這個代表筋,給它拉紙 快好了,快好了,能走完就差不多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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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有一個主供電,你幫我拿走,我去拿那主供電出來 現在需要把它帶上來,因為他們都沒有,他們都覺得沒有必要 哎,沒有必要,等你成一條線的時候 現在就好了,好啊 看我就要給她敗膀,這樣嗎, dann就好了 不,怎麼會拉出來,差不多兩回合就拉出來 這個有點少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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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呀 呀 这个好像是 就垫在这里 是不是要从这里翻过去 就是说他在床上的时候 都要给他盖 哎呀 这只脚就不需要说 这只脚 这只脚不用 哎呀 哎呀 你怎么玩呢 这一天要带几次 还是在床上的时候都要带 床上都要带 平常就下来就不要带 床上给他带比较好 如果当然不需要整天的 两三小时就把他给他松一下子 因为这样对他也不会有学习闻的问题 很苦松 对不对 我可以 照一下这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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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耶 太涼了 關一下 要克服 要克服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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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涼了 哎呦 哎呦 這隻腳是生不直的 對,這隻腳是生不直的 這隻腳是完全是習慣動作 讓牠生不直 因為這樣比較舒服 習慣動作 所以反而要綁 這個東西,膝蓋的要綁 嗯 他習慣改,改習慣 所以也許我去買一個那個,附件有一種 Gator 有一種可以這樣 對對對 就買那個東西 但買之前也是要先讓牠鬆掉 不然牠根本不可能 拉紙 那個是很好 不痛啊 嗯 不痛啊 嗯 不痛啊 嗯 嗯 聽不懂 怎麼樣 當我們給牠綁腿不要綁很緊 下面也綁的時候 對不對 牠想來 牠想來這樣的時候 牠就要來帶動牠這隻腳 嗯哼 牠就覺得很累 乾脆給牠吃 哦 你懂嗎 比如說我弄個樣 對不對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對不對 牠已經直了 已經直可以綁腳 我們這邊給牠綁一個 這邊也給牠綁一個 對不對 哦 對不對 阿太太跟牠翹腳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跟著翹 啊 變成說這隻腳 想帶動牠就有 受到力量嘛 有那個負荷嘛 牠就自然就會 乾脆直比牠舒服 哦 就直了 可是要怎麼綁呢 要怎麼綁才會 才會 互相牽扯 我外面有在賣 我今天不知道有沒有帶來 對啊 包括你的袋子 還有什麼綁法 來來 你也可以用領帶也可以啊 哦 哦 哦 啊我們有專業的袋子 這 這一般 嗯 比如說 哦 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專門給中醫病人做 因為他平常要做醫救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是這樣的 哦 對不對 我們也不要綁很緊 我們這樣鬆著 啊這邊也鬆著 對不對 當牠弄直的時候 這隻腳要起來是不是要 要來帶動牠 啊就感覺到很累 乾脆就給牠指 嗯 懂嗎 那哪天 這隻腳有力的時候 哦 或者是說 他這隻腳已經能伸直了 對不對 我們就有一個復健影 什麼叫復健影呢 嗯 就是說這個椅子可以靠背的 嗯 好 那我們就 啊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離地的 哎呦 啊離地的時候 齁 我們就有一個人在這邊幫牠拉 有沒有 你看齁 當我腳可以離地來講 假設我這椅子比較高嘛 齁 是不是拉的時候是會不會這樣 嗯嗯 對不對 那這樣的時候 他這個這邊就活化了 膝蓋就永遠不會有問題 第二個 他的獅頭肌啊 就有力了 嗯 有力你才有賺起來的本錢 嗯 嗯 那那那 他相對的 剛剛我們在牠搖的時候 其實他的腰啊 屁股啊 都有 都有運動到 那一天給牠搖個一百下 兩百下 齁 我等一下拿 我這邊有 有那個那個那個 口出來 齁 像我們這個 這個三十七年的 中風的小兒媽 我們三次就讓牠丟到管站跑步 齁 那其實 就是牠回去做這個動作 牠自己做得很輕 唉呦 為什麼 因為這樣 這個東西是最不 沒有張力的 唉呦 而且是最輕鬆的 齁 啊牠也不會有壓力 那 那我們呢 也不會傷害到牠 啊牠 我們知道 肌肉是夜洞 對不對 這樣中風者 齁 如果這腳有力的話 齁 這腳是劍側的話 我們會這樣做 對不對 齁 啊牠如果說牠自己 有強盛的 這個企圖心的話 牠就會這樣 有沒有 是不是 我肩在著腿 帶動 換側 啊萬一牠沒有 我們幫牠拉 嗯 嗯 我們有一個腹筋 那牠 平常 不應該做乳液 要做到腹筋以上 因為腹筋以上 那個腰是 那個椅子是有點這樣突出來 剛好 突到你的腰 變成說 你平常就在做腹筋 坐在那邊齁 當然你那個 坐墊你可以弄 弄短一點 其實 坐在那邊 就是在做腹筋 嗯 你的腰就會直了 對不對 然後頭再想辦法 讓你 讓你不要一直滴下去 其實那時候就在做腹筋 變成24小時 在做腹筋 所以你這邊有一個腹筋儀 就是等牠 等牠要睡覺 你就給牠睡這個椅子暖船 嗯哼 中風之所以以後 在醫院裡面幾乎都不 就是只有退步 不可能有進步 是為什麼 暖船的手勢 他的 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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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脊椎啊 到最後就是這樣拱了 這樣拱了 就是我們正常人 我們也受不了 人這樣彎了 你叫我們怎麼走路 對不對 那刺斃是說 平常 就讓牠這樣做 對不對 這樣做的時候 牠也不會累喔 因為牠背喔 背這個椅子是這樣 靠在這裡 我把我的手機打開給你看 好好好 劉老師 你剛剛說的那些前提 是牠這隻腳要先 先 先把牠平了 對對對 才能做這一切 對對對 所以現在要先弄這隻腳 那當然 牠現在這隻腳都要驅得很厲害 把它弄直 並不是見難事 因為牠不是見難事 只要給牠軟了 然後慢慢弄慢慢弄 慢慢給牠施壓力 這樣大概要多久 大概一個多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左右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那每天要 每天要這樣子 對對 這很快 只要那個 牠有一個 一個臨界點 那個臨界點突破了以後 就可以了 現在就要突破那個臨界點 牠現在很痛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 這邊來弄 這邊那麼高 不要那麼高 我先拉一下 拉一下 這樣給牠支撐一下 牠做得了 慢慢的 但是一定要熱呼 熱呼牠會不會 你沒有熱呼 這個動作是不行的 你是說我們自己弄 還是要借助人 你們自己都可以做 我們處理重風 我們都希望家族 自己能夠學會 然後自己來做 等需要我們幫你 打通大腦的開關 我們再來打 那時候 打才有意義 那個要借助你的儀器 當我把你打通了 結果你的腳 根本就沒辦法伸直 對不對 那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你看今天伸直嗎 不可能嗎 他如果不叫的話 應該伸直 不叫的話可以伸直 對 我們熱呼 熱呼再伸 應該伸直 他會慢慢下去 他剛剛是因為反彈 所以他故意 反彈就會內縮 這是正常 你看 你看這裡 我幫患者做的 就這樣幫阿拉 沒有幫阿拉 有沒有 綁在這裡 你等我一下好了 我換一個 謝謝